13月团精彩的表演为这场记者会揭开序幕 经过四年的整修 大金融历史场景在线整合计划中的 沙安历史文化园区 将在10月9号国庆年假正式启用 从2018年代拆代建中兵营区打开太平仑纪念碑 2020年校官卷设及要塞司令官邸修建完成 到由公车处改建的园区服务核心动工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大金融历史场景整合在线计划具有两大意义 第一是由地方政府发起变成全国性的文化历史政策 第二则是翻转过去文化部门在政府机关相对弱势的地位 在大金融历史场景里面是由文化局来作为主导的一个单位 并且整合包括交通都发以及公务其他相关的局处 也就是这是一个以文化跟历史为核心主轴 以及价值观所推展的一个计划 那进而改变了整个都市的一个环境 也让整个都市的一个内涵跟深度 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得到彻底的一个改变跟翻转 所以大沙湾历史园区的一个呈现 不只是一个空间的呈现 其实更体现了这个城市在整个都市规划上的一个价值观 以及进步性 我相信这一点在全台湾其他的城市里面是看不到的 金融市文化局长陈敬平强调 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在地上保留了大沙湾实为宜购 地下考古挖掘更发现最早可溯及4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轮轮文化的淘气遗留 填补这一处全台第一座海水浴场 在史前文化发展的历史空白 沙湾历史园区大家可以看到 它大概是从过去大基隆社 也就是原住民巴塞族开始 一直到现在 它历经的年代大概有三四千年的一个累积 那我想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文化的一个治理 跟文化的一个展现 我想沙湾园区就是这几年来 我们在大基隆历史场景所努力的一个最佳的成果 配合园区启用文化局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包括国庆廉假将有基隆结束团队 带来九场次表演 10月15号到10月17号 及10月22号到10月24号 则有包含金曲奖得主的音乐会 10月29号到10月31号 及11月5号到11月7号登场的 基隆新乐园周末市集 其中当天还将有来台访问的法国参院出席 一起见证基隆展现的文化力 沙湾内史文化园区 国庆喜乐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主要是 主要是 4j convention 510月